拿起凉杯将清洁器倒入罐子内 简单的一个动作 他们却得经过反复的练习 和照顾人人的提醒才能完成 这是方舟旧约服务协会 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 而据点经过几次的搬迁 终于尘埃落定来到桥头车站 原本是设立在人物 然后后来因为房东要房子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找一些据点 那后来想到就是 我们生意证的朋友 其实会很依赖大宗交通工具 就他们可以自己搭车来的话 他们就不需要父母的接受 双铁共购 交通便利 大多数的孩子们在据点搬迁之后 都自己搭车来上课 对生长者的照顾家庭来说 无疑减轻了不少负担 而市府社会局身为工部门 也相当感谢协会对于 生长孩子们的帮助 我们对生长团体跟生长人士 我们都会投入非常大的心理 可是毕竟工部门的能力有限 我们还是需要那个市部门 就是私利来跟我们协助 那公司合作 我们希望可以创造更大的福利 但设置在车站内的据点 也遇到了一大困难 电压不符 导致原本的设备都不能使用 工餐出现了难题 于是PK幸福狮子会就带头召集 为方舟筹备经费更换器材 站这边因为它最主要的电力是220 那其实我们大部分民载的电器都是110 那还有一个部分是捷运站这边不能使用明火 所以我们原本的备餐全部 这些设备通通都不能用 在上次有参加方舟的一些 我们若是偏乡的一个皇室的活动 那因为他刚搬来桥头车站 那所以有一些物资呢 需要增色 孩子们快乐的跳着舞 有了新的据点空间更舒适 方舟也与车站附近的农员合作 让他们实际下农地体验 累积更多技能 期许在设备到位之后 据点能够尽快安定下来 给孩子们完善的照顾 记者潘志光临嘉义高雄报道